这是2018年年底发生在吉林省的一幕 主着双拐走出法院的这个人叫金哲洪 而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的媒体记者 正在法院的大门外等待着金哲洪 金哲洪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的出现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这一切都要从一起命案说起 因为这起命案金哲洪被判死缓 关押了长达23年 就在2018年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启动了再审 改判他无罪 23年从死缓到无罪 这简直就是地狱到天堂的距离 难怪金哲洪的出现 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那为什么他的案子会改判呢 让我们倒流时间 一起回到1995年的9月29号 这里是吉林省永吉县的双河镇 这天啊 有个消息突然传遍了街坊四邻 有人在郊外的泥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已经高度腐烂 法医鉴定显示 受害人死于他杀 受害人叫李颖才19岁 也许是因为案件影响恶劣 一个半月之后 永吉县公安局就宣布破案了 犯罪嫌疑人是谁呢 警方的结论 实在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竟然是一个跟李颖一家毫无交集的人 双河镇的金哲洪 当年永吉县公安局 到底是根据哪些证据 认定金哲洪有作案嫌疑的呢 遗憾的是啊 虽然有多家新闻媒体多次联系 无论是当年 负责案件侦破的永吉县公安局 还是上级单位吉林市公安局 都没有接受采访 不过还好啊 当年的卷宗还在 根据上面的记录 依然可以尝试着复原一下 事情的大概原貌 李颖是在1995年9月10号那天失踪的 农历的8月16 那天呢 李颖和朋友一起出了门 两个人本来是打算搭火车 一起去永吉县城玩的 可是没想到在火车站 俩人被挤散了 只有李颖一个人上了车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在中途的火车站下了车 随后一辆火车司机 把他烧到了离岸发地双合镇 只有四公里的黑市村 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公路 就是那天李颖从火车上下来的地方 而路边的这座白色的平房 正是当时金哲鸿开的饭店 可问题是 李颖和金哲鸿 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究竟是怎么产生交集的呢 在当年的卷宗里头 还有三名目击证人 这是三名模的司机 他们是这么跟警方说的 当时李颖啊 想要打磨的去双合镇 而金哲鸿呢 刚好有一辆摩托车 有时候也会顺路拉个人 就这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李颖最终正是上了金哲鸿的摩托车 两个人就这么往双合镇方向去了 不仅如此 在双合镇 警方还找到了另外一名证人 这人是双合镇的居民 他叫许颜 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许颜表示 记得在双合镇看见过金哲鸿 当时他骑着车带着一名女子 几名证人的证言 串联起来了 李颖离家之后的活动轨迹 按照这个说法 案发当天 李颖确实跟金哲鸿有过接触 可是警方接下来 又是凭什么认定 金哲鸿涉嫌杀人的呢 在当年的案件当中啊 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注意这么几个资本人 共认不讳 也就是说 当时金哲鸿自己 共认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那么金哲鸿是怎么供述的呢 在警方的起诉意见书上 有这么一段描述 那天 金哲鸿拉走李颖后起的不轨之心 两人相约当天晚上七点 在双合镇火车站相会 当天晚上 两个人发生了关系 之后 李颖向金哲鸿索要一千元现金 但金哲鸿随身只带了五十元 李颖便已去派出所 告发相要挟 金哲鸿害怕事情败露 杀害李颖灭口 事情说到这样 金哲鸿供述了李颖 从上摩托车 到遇害的全部过程 再加上之前的证人证言 一条完整的时间线 似乎就这么形成了 警方认定 金哲鸿就是这桩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随后这起案子 很快就进入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可也正是在审查起诉阶段 一个让人感到惊讶的情况出现了 金哲鸿突然翻供了 他坚称自己根本就没有杀人 金哲鸿不是都已经认罪了吗 为什么又突然说自己没有杀人呢 二十多年之后 金哲鸿也讲述了案发当天的事情 只不过他的讲述 竟然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首先金哲鸿坚称 案发当晚 他根本就没有骑摩托车拉过李影 对于三名摩托司机的证言 金哲鸿的态度很明确 他们在撒谎 金哲鸿认为 三名摩托司机一口同声的指正 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真的是这样吗 有记者辗转联系上过 其中的一名摩托司机 他叫许胜秋 可意外的是 现在许胜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说此却不太一样了 许胜秋坚称 过了那么久 当时的细节 自己根本就记不清了 不过没关系 不是还有一位证人吗 就是当年在案发的双合镇 看到金哲鸿骑着摩托车 载着一名女子的那个许颜 他总该记得点什么吧 结果让人再次感到意外 许颜也表示自己记不起来了 不仅如此 他如今的说此 也跟当年的证言不太一样了 主要证人都表示 他们真的是都不记得了 当年的一些细节 或许已经很难去查证 可就算是这样 还是有个问题让人不解 当年金哲鸿本人也认罪了 他供述了自己杀害李颖的经过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这个问题 金哲鸿似乎有些不堪回首 他表示 当初的那些供述 真的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在审讯过程中 他遭遇到了刑询逼供 这里还有当年永吉县人民检察院 出具的一份鉴定书 我们来看一下 面说法医检查所见 金哲鸿面色苍白 被人搀扶着初刊手索 独立行走困难 鉴定结论是 金哲鸿前胸部 三处八痕系外伤所致 万步疼痛与外伤有关 此外伤可定情微伤 按照金哲鸿的说法 当年他是不堪疲肉之苦 迫不得已才认得罪 而他的辩护律师也认为 既然说是金哲鸿做答案 那像这种刑事案件 总得留下一些痕迹吧 比如说命案当中 通常会出现犯罪嫌疑人的脚印 毛发 指纹等等 可是在案件当中 根本就没有相关物证 在律师看来 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仅凭几名证人的证言 就认定金哲鸿有作案嫌疑 这合理吗 1996年11月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金哲鸿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之后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下达了二审裁定 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 裁定撤销原审判决 把案子发回到了吉林市中院进行重审 那么在省高院看来 这起案子 究竟存在着哪些疑点呢 第一个 那就是作案动机 在一审判决当中 法院认定 金哲鸿是在与被害人李颖 发生关系之后 因害怕对方告发 而起了杀心 可奇怪的是什么呢 警方在之前的侦查当中 并没有在李颖的阴导分泌物当中 检出体液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究竟哪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 一审认定 第一案发现场是在双合镇东郊的荒地里 可问题是 这根询问笔录上根本就对不上 笔录显示 金哲鸿供述出的案发现场 竟然多达六个 这又是为什么呢 金哲鸿的解释是 这正是当时刑讯逼供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 对金哲鸿供述的这六个地点 警方当时并没有带金哲鸿指认过现场 除了其中两个之外 剩下的四个地点 也根本就没有做过现场侦查 这么看来 在作案动机和案发现场上 都存在着疑点 而接下来 省高院的另外两个问题 又带来了第三个疑点需要查明 那就是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在金哲鸿的口供里 李颖是1995年9月10号失踪的 当晚遇害的 但是注意啊 这个日子是从金哲鸿的口供里出来的 并不是法医鉴定出来的 接下来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在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的问题 警方认定 金哲鸿在案发当晚7点钟之后作案的 可是这个时间里头 金哲鸿究竟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呢 原来啊 金哲鸿被认定为作案的那天 对他来说 其实是个挺不寻常的日子 因为那天啊 是他父亲忌日的前一天 金哲鸿是朝鲜族人 而按照他们的风俗 每到忌日前夕 都要给父亲摆供祭奠 金哲鸿说 那天晚上7点刚过 他就到了双和镇的母亲家 直到半夜12点 百宫结束之后 才回到饭店 这个情况 当年金哲鸿的母亲妻子 以及金哲鸿饭店的房东 都向警方予议证明过 而且 当初吉林市中院一审开庭的时候 还有两位金家的邻居 甚至还出庭做过证 然而对于这两名证人的证词 一审判决并没有采信 也没有说明原因 事情说到这样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不管是作案动机 案发第一现场 还是最关键的作案时间 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年吉林省高院 才会要求在重审当中 搜寻更多的证据 那么重新调查之后 有新的证据出现吗 1998年8月 吉林市中院对这个案子 做出了重审判决 对省高院要求查清的五个问题 重审判决并没有做出解释说明 还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金哲鸿死缓 这个时候 金哲鸿已经被羁押将近三年 两个月之后 吉林省高院再次以事实不清为由 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这次 这个案子两次被发回重审了 那么 这次重审的结果如何呢 又过了一年半 2000年5月 吉林市中院第三次 以故意杀人罪 对金哲鸿判处死缓 三个月后 吉林省高院 也第三度就这个案子 下达了二审裁定 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高院裁定维持原判 金哲鸿五年来的跌宕起伏 在这一刻一锤定音了 金哲鸿最终被判处了死缓 从27岁等到32岁 金哲鸿的身份 从嫌疑人被告人 最终成了杀人犯服刑人员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 金哲鸿仿佛一张 崩了太久的功 内心的希望啪的一声破裂了 判决结果下来之后 金哲鸿开始了漫长的申诉过程 一年 两年 金哲鸿渐渐地从青年走入了中年 而家庭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金哲鸿被羁押期间 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了 儿子的入狱 让母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一种鼻子欲养而亲不待 更深刻的痛苦 然而对于金哲鸿来说 痛苦还远不止于此 入狱之后 金哲鸿向前来探视的妻子 主动提出了离婚 时间到了2018年 这年三月 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 因为这些年来 我们国家的法治环境 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在这种进步当中 有一个原则被确立了 那就是一罪从无 也就是说 当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 已经追究的 应当宣告无罪 试想一下 如果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强行定案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 可能会是冤枉无辜 而一旦如此 真正的凶手 就有可能永远逍遥法外 而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对于这类缺乏证据的案子 即使有可能放掉坏人 但是也不能冤枉好人 这就是一罪从无 幸运的事 这种改变 也给金哲洪的案子 重新带来了希望 吉林省高院 对这个案子启动了再审 而证据将成为 认定金哲洪 是否有罪的关键要素 最终检察官在审查去案之后 认为现有证据 无法证明金哲洪杀人了 2018年11月30号上午9点30分 吉林省高院下达了再审判决 判决书上写道 原裁判认定金哲洪犯 故意杀人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依法改判金哲洪无罪 正想太阳可以刺透乌云 法治的进步 最终也驱散了长久以来 笼罩在金哲洪生命上的阴霾 23年误患星移 等待金哲洪的或许是误事人非 他的母亲在过世之后 骨灰已洒入了浆水之中 霜河镇上曾经的家 也早已荒芜 目前金哲洪正在跟律师商量 准备申请国家赔偿 而受害人那边 金哲洪被无罪释放之后 李颖的哥哥 已经向吉林省永吉县公安局报案 要求对当年的案件重启调查 回过头再看今天这件事 二十多年之后 金哲洪的案子得到了纠正 这背后是法律对刑事司法证据 更为严格的要求 也是全社会对法治进步更高的期待 因此努力在这个案件中 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这不仅关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更关系着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幸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